欢迎您和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油饼安全备受关切 就读大学三年级的花莲子弟林依州 小时候就经常食用苦茶油 大一开始在家人的协助之下 自己炸苦茶油 意外成为创业的商品 日前参加比利时的国际大赛 还拿下了二星奖 相当于餐饮界的米其林二星 22岁的年轻人为何投入这个传统产业 苦茶油如何生产 如何分辨油品的好坏 今天邀请林依州分享这段苦茶油的历程 依州您好 大家好 我是林依州 是 依州非常的年轻 才22岁 可以先谈一下你是如何投入这个苦茶油的行业吗 我在高中就有计划要创业 那我后来选择做苦茶油 所以我大学到文化大学念园艺系 是 所以你高中那个时候就想要做苦茶油吗 是的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就在使用苦茶油 那我发现市场上的苦茶油价格啊 或者是品质有点不一样 那我希望自己来投入这个苦茶油 那也可以用到自己炸的好油 跟家里的因素有关吗 家里本身没有人从事苦茶油 也没有人从事农业相关的行业 所以家里的人都是让你们吃苦茶油吗 对 一周天生就有非常敏锐的这种的口感跟味觉吗 嗯 味觉是要透过训练的 那你的敏锐度是 你觉得你是敏锐度跟别人不一样吗 敏锐度其实还好 但我后来发现有些制作苦茶油的 价格非常的高 但品质没有它价格的CP值 你刚刚说你们家从小就吃苦茶油 那妈妈都是给你吃什么样的苦茶油 那苦茶油都如何去料理 苦茶油的话它都可以炒菜 妈妈都会炒菜 那我家的菜里面都会有一种淡淡的苦茶油香 所以苦茶油是你的童年的回忆 应该是很美好对吗 对 没错 而是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就想要去投入这个苦茶油的这个制作的市场 是 没错 哇 所以你是因为想要投入苦茶油的这个行业 所以去报考文化大学的园艺系是这样吗 是的 我知道说你在大学的暑假跟寒假期间 就会到茶叶改良场 或者是说回到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来学习实习是吗 我大一三大二的暑假我先到了台北的文山茶改场 那我那时候先去实习 后来回到花莲之后开始创业做苦茶油 有花莲农改场的专员来辅导 所以那个时候在文山的茶改场学的是什么 学的主要就是种植的部分 茶改场它是种植苦茶树呢 还是说一般的喝茶的这个茶树 都有它就是业务蛮广的 那回到花莲之后你要开始投入到去榨苦茶油的工作的流程 所以这个是如何学习 要学习多久 是那我先跟厂商买机器 那后来也请教了茶改场许多关于榨油上的问题 这个学习的时间有多长 一个月 一个月就可以学会了 在榨油或者是说其他问题上 我都有回去请教当时教导我的专员 那你这么年轻那你就要自己创业 所以家人如何来协助你 家人其实妈妈退休后帮我 当我榨完油 那要积货给消费者的时候 妈妈就是扮演着帮我积货的角色 是 好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榨油 我想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买了一瓶苦茶油 那么其实在你前端如何取得这个苦茶籽 然后呢 要去榨油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去揭开这个苦茶油的神秘面纱 是怎么样可以喝到吃到这么好的苦茶油 可是我知道你要很辛苦对不对 是没错 一般的厂商在制作苦茶油时 苦茶油是有两层壳 那最外壳的外壳 当苦茶籽采收下来后 它会经过烘干或者是说用太阳晒 那它到了一定的湿度降下来之后 那个壳就会裂开 就会脱落 那最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内壳还在 如果还带着内壳下去炸油的话 它比较不会黏机器 当内壳还没有拖的时候 看不到苦茶籽的品质 当我买进苦茶之后 我会把内壳用脱壳机拖掉之后 一一的经过人工筛选 所以我炸的油全部都是没有带内壳 所以相对的在炸油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但这样子可以确保品质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在实验的过程里面 在操作过程里面 有没有失败的经验 失败是难免的 也是经常性的 是 所以如果你失败的话 这一批就整个都会要去除掉 对 以前比较容易失败 那现在对于机器操作比较有经验 熟能生巧 对 所以你要去了两层的这个壳了之后 剩下了这个茶籽 又人工筛选 所以你这个茶籽的本身 它的品质就是很好的品质 对 当时我在要买茶籽的时候 我有请教了许多人 那我也收集了台湾各地的厂商 那我最后 我选择北港的某一家茶籽 知道说现在你自己栽培茶树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你现在你所栽培的这个茶树 可以供应你现在所需要的这个茶油的这个量吗 还没有办法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时候能跟农民器做第一能增加自己的产量 第二推广花莲的油茶 因为现在的茶树都是在原乡部落 那我希望能帮助原乡部落的经济 所以你的苦茶籽的这个来源都是自然栽培 是没错 因为苦茶树本身没有什么病虫害的问题 那它也不需要所谓的盆农药 它以前是用野放的方式 就是粗放 如果有施肥管理的话 产量会提高很多 我们刚刚谈到说 你已经把两层壳给剥掉了之后 那你开始要榨油 我们正说榨油的过程其实还蛮高温的 对吗 对 所以那个是你亲自在操作吗 是的没错 我昨天才榨完油 时间要多长的时间 像我昨天从早上十点进工厂 我到晚上十点半才忙完 那也还没有打扫完 要超过十二个小时 有时候对 所以你经历过这个十二个小时的 榨油的过程 我们能够生产出多少的油品 你那个工厂是小型工厂对不对 对 是 所以可以榨出多少的油品 榨出多少的油品本身会跟茶籽的出油率 含油率有关系 那因为那也会跟中间的操作关系 像我昨天十二个小时 我生产了七八十瓶 一瓶是250ml的这个量 对 这几年一周非常的努力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所以最近呢 你也去参加了比赛 得到一个类似像米其林二星的 这个油品的奖项 你可以说说看这个经验吗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对自己的肯定 我当时知道了在比利时有风味平平的比赛的鉴定 那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说我的油非常好非常好 那我希望通过一个国际性的认证 所以我把我的苦茶油寄到了比利时 也在上个月获得了米其林二星的鉴定 目前国内有多少个油品有获得这个米其林的肯定 可能三家左右 一周非常的认真 不只是取得类似像米其林二星奖的这个国际大赛 同时呢 还到欧洲去取得品油师的这个认证 听说呢 你在三天当中就要喝60款的这种油品 哇 单单喝水 我都觉得很辛苦 你要喝这么多的油 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历程是如何吗 因为我本身在自油 那我也希望能取得一个品油师的征兆 因为当我榨完油后 我能知道说这一批的油有没有瑕疵 那我报考了 欧盟的品油师 那我最后也花了三天的时间 然后也是品了非常多的油 后来有得到欧盟认可的品油师征兆 那三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你要喝60种不同款的油 所以你这个肠胃怎么样 你的这个 你的味觉如何 是的 三天的磕下来之后 的确是拉了好几天的肚子 哇是 要喝那么多种的油 因为它每个油品都有它的特色跟风味 那老师为了要教导我们这个差异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评评这个油 是 那你在欧盟的烤这个证兆的过程当中 你喝的油都是哪一些的油 橄榄油居多 那也有所谓的鉴定用油 就像如果这当中也有坏掉的油 那它的像酸化 它的强度就会在9左右 那10是最高的 那在品油师里面很少人给到10这个分数 大部分都是给9 所以我们60种油里面 也有喝到那种坏掉程度到9的油 所以我们来分一下那个油的好坏 我们要如何去区分 一般人大概很难去区分 是 油品在跟空气接触下 会有一种油耗味 那油耗味是消费者最能 确认这个油品的好坏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油耗味这个东西 是比较容易去分辨的 除此之外 那就是假油跟蒸油的分辨 真正的苦茶油在摇晃之后 会有非常细微的泡沫 它这个泡泡会有很久 就是会非常久都没有散掉 因为苦茶油的单价非常的高 那有些沙拉油或者是经过精炼的油 弄出来之后会无色无味 那也是油的感觉 所以它就会把苦茶油配到跟 就是说精炼后的油去调和 那卖给消费者 那它需要加一点什么香精吗 跟苦茶油的那个味道一样的这种的东西 有些厂商会 那大部分不会 因为苦茶油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它用无色无味的精炼油去配合之后 只会降低苦茶油本身的香味 那它不会出现另外一种味道 所以你刚刚说我们在分辨是不是是真的苦茶油的时候 或者是说那它的那个泡沫会慢慢慢慢的散掉 会散得很慢 非常的慢 那如果是假的油呢 假的油它的泡沫就非常的大 那它也不会在油品里面停留很久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去看真假 就是把它擦在手上 如果它在你的手上手背上 如果你擦上去很久都没有吸收的话 它就非常有可能是假油 是 所以苦茶油也可以擦在皮肤上 对 记得好像以前有很多老一辈的人 他是用苦茶油来磨脸 对对对 会这样哦 真的是 那你们家人有这么做吗 我爸爸有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 他把他说他的脸很干 那他就拿苦茶油磨在脸上 是 那效果如何 他打电话 因为当时我在台北 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觉得他的脸好很多 那有时候天气比较干的时候 也会拿来擦 以前的人说 如果胃不舒服的话 会喝苦茶油 这个有在房间有在流传吗 是 那这个 这是老一辈的说法 那我也非常认同 嗯 是 那现在你们家每天都要吃苦茶油了 是的 像我每一批炸的油 都是家里用的最多 那消费者可能 假如说我炸了一百罐出来 家里可能就先拿了五罐 那剩了才给消费者 哦 原来是你们家优先的 对 好 一般的我们对于苦茶油来说的话 都是会拌面啊 或是拌什么菜啊等等 那苦茶油的话 他可以去快炒吗 用大火快炒 油品他都有所谓的发烟点 那发烟点就是当油品 加热到这个温度的时候 他会有化学物质出来 那他会开始裂变 那苦茶油的发烟点到两百多度 那橄榄油只有在一百七一百八而已 所以苦茶油可以煎炒煮炸都没有问题 是哦 油炸也可以用 好 那我们我们谈到这个苦茶油 我刚刚一周有教我们如何去分辨他的好坏 那谈到保存 如果说我买一瓶苦茶油的话 他有没有保存期限 还有如果说我开封了之后 有人说你要放冰箱哦 所以请一周来跟我们教教我们一下 当我在平油上平油施证照的时候 我有学到当苦茶油放进冰箱后 他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他的抗氧多酚会凝结在油品的表面 那当你开封后 他氧化的速度非常快 抗氧多酚跟空气接触后 马上就氧化掉了 我建议消费者买回油品之后 把它放在一个阴凉处 因为油品就怕光线跟空气 还有水分这三个 那所以我开封之后 要尽快把它吃完吗 对我建议在三个月内使用完 是有时候我们家里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油品 那可能一瓶我大概三个月之内吃不完 那怎么办 这有个办法 拿自冰块的盒子 把油品倒进去 把它冷冻起来 当你需要煮的时候 你拿一块或两块下来 马上用 是那所以我们就直接放到锅子里面 它就慢慢的化掉 这样子就可以使用 所以一周非常年轻 对于这个苦茶油的市场或是你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 我希望将花莲的苦茶油推向国际 那也希望大家认可花莲的苦茶油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苦茶农 对不对 对我希望我能做一个 就是说我能帮助所有的茶农 所以他们就日出而出 日落而起 好好的照顾茶树就好了 那其他的末端的这个加工全部都交给你 我的期望是这样 然后你把花莲这个苦茶油就销售到国际去这样子 是的 没错 好 祝福你这个愿景可以成功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一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